今天是我到巴黎的第2729天 春姑娘终于满油油的来了 工作也陆续的多了起来 所以这周没有参加各种活动 你要知道 在巴黎文化活动你是永远都参加不完的 如果你要是在巴黎的话 我就让你替我去了 所以呢 这周我给大家介绍一个 以前我去参加的参观的地方 叫做爱里社工 爱里社工是法国总统的官邸 与办公室所在地 299年前由一个伯爵建造 后来被拿破仑的皇后约瑟芬受变 1873年正式成为总统府 相当于我们的 因为这里一年只开放一次的缘故 所以大家早早过来排队 园丁叔叔会和大家搭讪 同时也送给大家早晨 刚从花园里采来的爱里社牌薰衣草 参观路线从侧面开始 我们一间屋子一间屋子的参观 我呢 给大家挑选一些比较好看的房间 用来给您未来装修房间的时候 带来一些参考 首先看到的这个会客厅是现代风格的 说好的金碧辉煌呢 这个房间是拿破仑三世的小图书馆 看到这个瓶子大家眼熟吗 这里也是几间会客厅 也不知道总统一天有多少客人要见 这一个个客厅的跑也不累啊 大家猜猜这个雕塑是做什么的 是个椅子的把守的雕塑 法国这些艺术家真是产能过剩啊 每个细节都做得这么精细 至于吗 这个房间叫做绿色会议厅 这个房间叫做部长会议厅 两间大厅都是召见文武大臣的地方 乔黑板注意了 这里就是最重要的总统办公室 看看这金灿灿的桌子 有你想象的奢华吗 地上还有总统的公文包 不知道桌子上的电话能不能打得通 总统在饿的时候可以交个外卖什么的 顺着人理由往下走 就到了新闻发布会的大厅 为了让参观者更多地了解艾勒社工的样子 他们也把餐具各国使节送来的礼品 放在了两边给大家参观 下了楼就是宴会厅了 我熟里熟气地寻找的金碧辉煌就在这里啊 看着景光灿灿的 可能金色是全球土豪的标配 总统府里的规格很豪华 风格不但优雅而且混搭 想想总统生活的地方肯定是非多 这里就是总统接待外宾的庭院 总统的座架也停在里面给大家参观 权力的游戏也每天在这里上演 但又有多少人想住进这黄金座的笔子呢 在1974 Valéry Giscard d'Esta 过多的就不给你看了 等你自己来发现吧 想来参观的朋友算好日期 每年9月的第三个礼拜末是欧洲遗产日 爱丽舍公 法国国会等绝大部分权力机构都会打开大门 欢迎大家来参观哦 而且只要总统不外出 就会和参观的人一起合合照聊聊天傻的 所以感兴趣的朋友千万别错过 下周一见 《Elysée》是非常非常有趣的位置 在装置尾炒非常甜蜜 非常宽散的地方 有很多东西 家庭也不是很大 它是很小 但是在内面 它是非常好 所以我真的喜欢它 OK